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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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见到她的身影 1999年我们就在上头开业了 至今有20多个年头 在上头地区的门店有十几家 可以说不单单跟咱们上头的街坊们很熟悉 也应该存在了一部分上头孩子们的味蕾记忆 有好多可以选到 想吃点 这个一定要点 对啊 它很经典的金牌黑棕烧鹅饭 是它家经典来的从小吃到大 黑棕烧鹅饭是我们店里点单率超高的产品之一 也是我们的一款品牌传承菜品 我们选用的是成长期120天左右的清远民种黑棕鹅 这时候的生鹅大约八斤 肉质最佳也是最好吃的时候 山林水库 鹿生土养 新鲜原生态的优选原材料是美味的基础 而烤制也是关键 其中火候与温度的操控尤为重要 高温的烘烤 让食物的皮色和肉香慢慢转化 无需多食 一只皮脆肉嫩汁多的烧鹅便可出炉 不得不说经典果然是经典的 真的是很招牌的 皮非常的酥脆 感觉像被吹起来的那种感觉了 那在咬下去我发现肉特别的嫩 而且有汁水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对啊 大家从我小时候吃到现在 不过以前小的时候 因为是学生嘛 吃的比较多的都是他们家经典的套餐饭 看得出来这应该还是你 那以前的时候那个美好的回忆了 其实你发现了没有 这里刚刚不仅是有他们家很经典的那种烧鹅 而且里面有炖汤啊 有炒菜啊等等了 其实我看到还有很多的新菜的了 对像里面就这个炖汤 对这个呢就是乳哥炖陈皮 我觉得这个季节来喝真的是太适合了 暖心又很滋润 一份烧鹅饭 一道炖汤 最常见也最平凡 但也最能感化肠胃于心灵 再来上几道家常小菜 这既可以充当打工者和学生族的简单午餐 也可以成为家庭聚餐时的率真选择 紫玲姐 这顿饭感觉怎么样啊 我觉得很惬意 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无非就是一日三餐 能够简简单单的饱腹暖胃 这就是一种幸福 嗯 对 但我想我应该比你更快乐 嗯 为什么 因为比起以前现在建行生活APP上 有15-30的优惠券 这样啊 那我赶紧打开手机来看 来来来我们看一下 哇 真的果真有啊 今天我买单 不不不 我来我来 你跟我一起来 啊 我们说付款 来 然后这边 哈喽你好 我们这边要用一下建行生活这张15-30的优惠券 来这边你看一下 这是我的付款记录 谢谢啊 谢谢 哇这么快 对啊 超快的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啊 当然是接着浩阳玩了 走 起伤我心爱的小魔朵 到哪里都不会堵塞 服务加快满的小魔朵 马上就可以到家了 诶 诶紫玲姐 等一下 让我来告诉你怎么省钱 不会又是建行APP吧 对啊 建行生活APP上每天都有一分钱 共享电动车的机会哦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真的哦 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每天上下班都可以骑着小黄驴的话 那啊 我成为富婆 岂不是指日可待了 对啊 没有骗你吧 嗯 来我们一起锁车锁完之后 一起去喝下午茶吧 好的 来 要论当代年轻人 人手一杯的最佳伴侣是啥 那非奶茶莫属 而要细论汕图人的奶茶记忆 那大多都是从这里开启的 从1998年开始 欧极奶茶至今在汕头已经扎根了25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成为了年轻人聚会约会的必选地 也是休闲解馋的好去处 店里最招牌的珍珠奶茶和泡沫红茶 也藏着不知多少人的青春时光 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珍珠奶茶 而且还一定要冰的 嗯 年轻人都是这样子的 那你现在喝的每一口 会不会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你好 你们的炸骨头好了 嗯 哇 谢谢啊 嗯 赶紧来试一试 这个要趁热吃 知道吗 这里的炸豆腐是我的最爱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除了豆腐本身炸的以外呢 这个口感比较酥脆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里面淋的这个酱汁啊 我觉得味道 它是水里很特别的一种味道 像我以前呢 因为在厦门生活时间比较久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经常吃到这种台湾风味 你试试 嗯 多吃两块 嗯 在潮汕 豆腐豆干的名堂有很多 比如 普宁豆干 邹阳豆干 薯粉豆干 不仔豆干 姑酥香腐等等 样样都有来头和讲究 但这家店里一道 简单的炸豆腐 却也俘获了 大批食客的心 炸豆腐 大家都会炸 都是大同小域 主要呢 就是还要看那个豆腐的品质 要稳定 还有一个就是油温 要控制得好 我们家与其他家不同的呢 就是主要在我们的 特制的酱汁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独家酱汁了 它主要就是采用 用台湾品牌的油膏 还有大蒜 跟其他的香料调制成的 所谓油膏 其实就是酱油膏 它是精量的酱油原汁 添加糯米或淀粉制成的 咸度比酱油低 味道比酱油甘甜 所以在许多台湾同胞家庭的餐桌上 在台湾夜市 小吃摊的桌子上 甚至五星级饭店的料理台上 都能看到酱油膏的身影 这家店里多款地道的台湾小吃 自然也少不了酱油膏 这一点睛之笔 小林你知道吗 其实原本这家店给我的印象 就是喝珍珠奶茶 还有就是炸豆腐的 但是没有想到 今天来这个地方才发现 有这么多的台湾小吃 打破了我对它的一个认知 是啊 可能是因为我是熟客 所以才知道这里其实一直以来 都有这些台湾很著名的小吃 你还别说 就像这个台湾米糕 我觉得它就是软糯咸香 而且它带有淡淡的这种汁香和甜味 特别就上面这个酱汁 真的是灵魂 很难得的味道 台湾米糕在台湾地区 叫做党阿比糕 其实它跟我们朝鲜地区的 那个种子是大同小异的 它们都是用糯米做成的 只是它在竹筒 或者是铁罐里面吹煮出来 形状上有点不一样 相传在苏东坡的 头池笔记中 就有关于铜仔米糕的记载 但当时这种小吃的名称叫盘油饭 制作铜仔米糕时 先将虾米 香菇 猪肉丁 油松酥等一起炒香 再拌入糯米 炒至粘稠后 放入模具中定型 最后 淋上由酱油膏制成的密制蒜酱 便可大功告成 在奶茶行业 卷出各种高度的当下 很多老式奶茶店 正慢慢被淘汰 而这家店 经过岁月的洗礼 依旧保留着熟悉的味道和包装 偶尔再去喝一杯 就像是遇见了久违的老朋友 回到了那段 缠声振振 笑声朗朗的年少时光 紫玲姐 这段下午茶 是不是还挺有回忆感的呀 你还别说 确实勾起了我 满满的回忆呀 那差不多我们就走了吧 哎哎 先别着急 我刚才看到 建行生活APP上面 有68滴100的消费券 我觉得呀 咱们可以多打包几杯 带回去给闺蜜们分享一下 让他们也回忆一下 我们的青春岁月 小玲啊 扇头的牛肉火锅店是千千万万 为什么想到会带我来这一家呢 因为这一家 能够给我们贵宾般的体验 开在珠池路上的这家牛肉火锅店 这几年来成为无数汕头食客 和外地游客熟知的宝藏店铺 优惠活动期间 牛肉的品质也未浅分毫 而这都得益于老板 王贵宾的亲历亲为 和多年的档头经验 从10年开始 都关于10年 在10年 有9年才 他就直接去跑 不然就是 街址 没有到处理 直接哭了 没头痛 这就是老板特别自信的雪花牛肉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咱们赶紧来试一试 来 见面 来 见面 这一块 哇 怪不得老板这么自信呢 这一入口啊 满满的汁香 立刻就涌上来了 而且它那个嚼头是微微的细细的 嗯 好吃 它的口感是那种既肥嫩 然后又有那种微微的弹鸭感 是的 我们吃的呢 这个部位叫做雪花 但是这一盘呢 它是雪花当中最难得的部位 哦 在难得在哪里呢 它呢 这个叫做柏仁雪花 柏仁雪花肉 在潮汕牛肉火锅食材中占据C位 珍惜程度五星级 柏就是颈 仁就是中心之意 所谓柏仁就是牛脖子上那块 微微凸起最经常活动的肌肉的核心部分 在潮汕柏仁广受追捧 鲜红柔嫩的牛肉中 秘密分布着雪白的油花 柏仁的产量非常稀少 一头一千斤的牛 往往只能切出一斤的柏仁 而且还不是每头牛的柏仁都有好品质 因此优秀的柏仁 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在大多数火锅店里 柏仁雪花肉 一般刚上架就会渺寿 但在这家店里 却可以无限量供应 我煮水的时候 做五星级出生 所以我每个台的柏仁都是几十只 然后我每个台的柏仁 我每个台的柏仁都煮十分煮 十分煮整个五星级到火锅 从来烹到每个柏仁的柏仁去买 后来的柏仁去买 在柏仁都煮买 像我们来买 柏仁姐 你看试一下这个卤的五香牛肉 好 五香味是比较浓郁的 但它不咸 这一点很好 很难得 就是口感很适中 不会说过咸 也不会说偏淡 不斩斩料吃也是刚好 高松 里面吃啊 现在冒着热气 会发现其实外面真的是有点凉了 特别是现在 对 是一个很适合吃火锅的季节 对 没有错 其实一吃到火锅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不到我童年了 因为小童年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 妈妈带着我出去吃 就让我要点评 吃完之后呢 要来说一段内容 所以我的写作水平才能够好 那真的很难得 不过我倒是没有 我小的时候 如果考试考得比较好啊 或者是有进步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会奖励我 来带我吃一个牛肉火锅 那今天这一顿 你应该算是自己奖励自己了 没错 今天这一顿 我用电行生活APP省了钱 然后又回忆了一下童年的记忆 这当然要奖励一下自己啦 对 薅了羊毛嘛 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职业汕头 优选宜宣 再次非常感谢宣宣地产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也感谢建行生活APP 陪伴我们度过今天的美好时光 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 关注和支持节目的公众号 STTV美食地图 上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在等着你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 拜拜